我们讲了五祖大师 把这个法就传给了六祖 当然师父传法给你的 是这样的根系在传给你 否则是糟蹋了 所以你看这个大师身边 他的那个道场多少人呢 一千多 一千多你说选他 二三十个非常 经常接触的人有没有啊 肯定有的是吧 像神秀这样顶级的大师 那么惠伦二十四岁得法 神秀那个时候 应当是五十六左右 五十五六 因为神秀是五十岁建五祖的 在那已经过了五六年了 等于说他的这个五十五十六岁吧 一个是二十四岁 一个是五十六岁 大了多少年 大了三十多年 并且这个五十多岁 正是人这个 应当说智慧最成熟的时候 但是红人大师竟然就传给了个二十几岁的 还没剃头的在家人 行者是个行者准备出家 他当时是没有剃头 但是如果红人大师看不准 说这个小伙儿他头发再留起来 他本身就是留的是吧 他不剃头了怎么办 是不是 不会存在这种情况 他看人一定是很准的 这就是这种魄力 考眼光 好了 那么惠伦 这个就离别了红人大师 词为主语啊 发足难行 哎呀这个就是是吧 发力 拔腿迈开腿就 撒腿狂奔啊 往南边走 脸月中间至大鱼岭 因为古人就可怜了 他就在步行 是不是 走了那么远 走了两个月才走到大鱼岭 现在咱们是半小时就到了 是不是 古人的美的条件 就是在江西跟广东的分界处 这面个山里 诸后数百人来呀 不是一两个 来了好几百一小伴就跟过来了 来干什么目的心很强 欲夺 衣博 那么根据别的版本就讲 说这个这不是前天晚上 红人大师搞了这个地下工作吗 到了第二天早上 他就没有上堂 他们平常每天大家要讲一课的嘛 在一起聚一聚的嘛 他没有 在房间里面 一直在房间里面喝茶来 休息着来 结果弟子就都过来了 很多人就 他的弟子就来问了 是不是 说师父你今天怎么没有讲课呀 师父说 佛法已经拦去了 佛法已经传下去了 了了我一件心头大事 所以今儿呢 我轻松一下 我不上堂 那么弟子就问 谁把这个一博得了 这个做师父你可不能打妄语的 是不是啊 当然你要说的太明确的话 又把慧能给供出来了 实际上也基本上也就供出来了 然后他打了一个谜语 叫做能者得知 谁有本事 谁有才能 谁就得到吗 能者得知 那这帮弟子又不是神有的得人 他一想 谁都最厉害 是不是啊 慧能啊 拉着还行吗 所以几百个人一下子就 专门干了一个事情 也不听师父讲课了 就专门去 去找这个慧能 要把这个东西怎么样 给抢回来 所以数百人来 欲夺一博 那么其中有个和尚 在出家之前呢 姓陈明慧明 先是四品将军 信心粗糙 性格很爆裂 急参巡 费尽心机的去追逐 惠能的踪迹 那你想在部队里面待过 他有侦察的本事 是不是 所以 他脚力又好 侦察的技术又好 所以为众人献 一马当仙 是吧 就趁机惠能 趁呢 就是追赶上 惠能就追赶上了 哎呀 惠能真在山上 拿着一搏 气喘吁吁的往前跑来 一看后面 咚咚咚那个脚步声 然后再一看 一个是吧 一个快头很威猛的 这个光头和尚 朝自己飞奔而来 惠能 原来是这个惠明 是吧 那么惠能 大师来一看 哇 这一下坏了 担心的事情 终于什么 发生了 两个月想躲 最后还是躲不过呀 所以惠能把那个 袈裟 往那个石头上 怎么样 一放 一丢 直下一搏 于石上 因为 此一表性 这个 加沙和博 表达的是 你具有 继承人资格的 这样的一个信物 是不是 可逆真意 难道你用蛮力气 你就能抢走的吗 说是这样说 但是呢 还害怕他 那个那个那个 他的师兄 那么 是吧 这个的榜大摇源 他收拾他 甚至危及他的生命 所以这个惠能 说了这个话之后 就钻到草丰里去了 好汉不是眼前窥吗 是吧 你看这个写的是 非常的生动 是不是 引草莽中 那荒草很高 他个头又小 要钻进去躲起来了 是吧 那么躲起来 这个人来 主要是为了得一搏 你躲起来了 他可能就不会 要你的命的吗 是不是 你起码要保保你的命啊 结果呢 惠明志 哎呀 一下看自己朝思暮想的袈裟 就在眼前 兴奋的不得了 立马就弯腰去 怎么呀 提这个袈裟 结果很怪啊 虽然他力大如流 背力是非常好 做将军那个弓弓射大雕 是吧 拿个非常力气 非常的大 比那个惠能要大得多了 但是 石头上的袈裟 他再使出了力气 死活就是拿不起来 怎么回事各位 这个就是禅宗的一端 一段神奇的公案 这个公案到现在 还没有人能搞明白 一千多年都是这个谜 哦 所以禅宗经常要参一个话头 这个话头就是一个 一个禅机 这个禅机的名字叫 大鱼拧头 为什么提不起 说的就是这样 你那么大的力气 是不是啊 架杀在你面前 为什么你拿不起来 大鱼拧头 为什么提不起来 所以慧明志 提多不动 怎么拿不起来 这个脑子转弯 也是老经纪转弯 转得很快 拿不起来 他就知道这东西怎么样 确实不说是他自己的 来换云 新者新者 没有叫他师兄 是吧 一般和尚之间互相的称呼是什么 师兄 师兄是你剃头了 我叫你师兄 是不是 你还没剃头吗 还是个行者 行者行者 我为法来 不为义来 我是为了求佛法来的 不是为了抢袈裟来的 这会是对的 但是在这之前 他肯定是为义来 不为法来的 他一看他提不动了 是不是 他转过去了 态度转变了 慧雷 一看那个样子 自己不会有大的危险了 就从草缝里面钻出来了 随初 盘坐石上 摆个pose 这个pose摆的是很好的 是吧 你要树立你的威严 是不是 石头上 那个端端正正的一打坐 这种无言的这种 是不是 这种摄受力就很强 在那里面一坐 那么慧民这时候就 心悦臣服的 你拜他 忘行者为我说法 你看古代的这个和尚 他的心胸气量也是很大的吧 是不是度量很大 他是一个和尚 那慧能呢 他还是一个行者 还是一个在家人 还没有完全提头的 他 但是他觉得 他服你的时候 他就对你服服体体 不服的话他要抢 是不是 他最后 他服了你了 那对你就非常的恭敬 慧能曰 如既为法而来 你既然是为了佛法而来的 可屏息住院 那可要把你的杂念全给消掉 物身什么 一念 什么样的杂念都不要往外冒 这时候我就可以给你讲了 哎 明良久啊 什么叫良久啊 那就是这个慧明也跟着慧能在什么 打坐是吧 并且什么话都不说 起码也做了个五分钟到十分钟吧 做了很长的时间 实际上慧能大师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手法来干什么 来调他的心的 把他这种傲慢给他打掉 是吧 让他能够慢慢的安静下来 明良久 过了很长时间 慧能曰 不思善不思恶 不要想着善 不要想着恶 正当这样的时候 欲莫 就是这样 这个口语 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哪个是明上座的本来面目啊 明 是吧 就是慧明 上座 是不是啊 对对方的尊称 哪个是你慧明法师的本来面目 慧明言下大物 各位 实际上禅宗的秘密 这句话得住了 你这一辈子也就够了 这句话就叫 不思善 不思恶 这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